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花絲拉 請大家免費的訂閱我的頻道 和喜歡和不喜歡我的 都給個like我啦 介紹一下我的小鳥 Coco給大家認識 她又懂得遞手,又懂得拾圈 花絲拉要介紹的地方 就是位於Bistar Kingsmare Hemis Place 而發展商就是David Wilson Holmes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就是這間 四房獨立屋 現在看到前面的前花園 這間屋還有一個single garage 售價是587,500 這間屋是freehold 我們進去看看 推開門 也挺窄窄的 前面看到這個 hallway 在入門口左邊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連同客廳 用一個洗碗機 就是用Electrolux的 而爐頭 而爐頭呢 就是用AEG 的 而焗爐呢 也是用AEG 的 這裏呢 就是你的花園 整一個長方形的 花園又向東邊 好 拍給大家看 有多大 這個就是全景 飯廳旁邊呢 這裏就是一個洗衣房 而洗衣房呢 就有道門是通往你花園的 而洗衣機呢 就是用Electrolux這個牌子的 好 現在我們離開這個廚房 去別的房間看看 入門口的位置呢 是不是有小窄呢 不過Understair 這裡呢 有多小小的位置 直入呢 就是一個大廳 大廳這裡呢 也有道門呢 是通往你的花園 接著門口呢 就有兩間房 一間呢 就是洗手間 現在看著這間呢 就是工作室 現在這個工作室呢 地方呢 都算大的 就是工作室呢 還有一個洗手間 是有窗的 好 接著洗手間呢 這裡呢 還有一個 儲物室呢 好 好 我們經過廳 就可以上二樓看看 先 第一間房間 這一間呢 這一間呢 都是算大的地方 是一間雙人房來的 打開櫃呢 打開櫃呢 就是一個儲物室 或者當是一個衣櫃啦 打開櫃呢 打開這個房門呢 這間房間是一個雙銀房 還有一個大衣櫃 空間真的很足夠 這邊還連著洗手間 對著景就是這樣 這間房間是一個洗手間連浴室 還有一個窗 還有一個白葉簾 看看第三間房間 這間房間感覺是給小朋友 但空間一點也不小 這邊還有一個入場衣櫃 我們看看最後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很大 看看這邊還有一個衣櫃 讓我拍給大家看房間的全景 最後一間房間就看完了 你們喜不喜歡 四房屋又介紹完了 記得喜歡和不喜歡我 都給個like我吧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